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比人物肖像建长 影响深远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看到的是今晚我们品画 任伯年是中国近代画坛杰出的画家 他是海上画派的佼佼者 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 著名的学者 艺术评论家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 邵琪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解读 分享任伯年的作品 你好 邵老师 任伯年 号次元 因崇拜湖州籍画家费小楼 后改号为小楼 浙江山音人 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海上画派的中间 海派四节之首 任伯年的绘画发任于民间艺术 技法全面 山水 花鸟 人物等无一不能 重视写生 又融会诸家法 并吸取水彩色调纸长 沟村点燃 格调清新 其中 人物肖像画为任伯年 出自庭讯的看家本领 任伯年可以说是海上四家之一 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他到底占有怎样的艺术成就 和怎样的绘画地位 我们谈海上画派的时候 如果举一个代表人物 那只能是他 另外一个呢 中国有一个历史现象 大概隔三百年左右 会出一个杰出的人物 那么这些人物化呢 我们说过从陈鸿收以后 那可能就是任伯年 所以他的这个出现 我们说是 使中国人物化 开辟一个新的面目 那么也奠定和缔造了 海派的基础和它的高度 那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任伯年的这个 小的时候的成长历程 到底是怎样的 任伯年呢 他这个出生 应该我们说是比较一般的 因为他的父亲呢 尽管也有自己的 正当的一个职业 应该是一个米商 一个商人 但是呢他父亲还是非常喜欢画画 那么因为他不是一个 这个以我们说的文人画出身 他要谋生的话 对这个阶层的人来说 他要谋生 那就是我们说的民间画 那民间画嘛 无非就是说画建筑 画灶头啊 这个当然就是画这个 池塘里面的先人 祖宗啊 这些 那么其实就是说 他的父亲可能是这一画 画的比较多 我们现有的资料告诉我们呢 就是说他其实 他的父亲的画画方式啊 告诉他现画画以后 颜色一层层去越南啊 那么这个画拍呢 其实应该就是波尘派 这个明清以来 画肖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 吸收了一点点 西方的对人物的 这个立体造型 或者叫明暗光影的 这样一种造型手法的 人物画的一个流派 叫波尘派 他父亲应该是 这个一路延续下来的 吸收这个方法的 那么所以在 任伯年的后期的画中间 他画人物肖像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影子还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是 因为他是有这个 父亲的影响满身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战乱四起 1861年 21岁的任伯年 任伯年加入了太平军 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 任伯年短短数月的 少年从军经历 使他经历诸多苦难 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 在这之后 他又经历了丧腹之痛 这不仅给他的人生 留下难以忘怀的伤痛 同时也对他的创作 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 具体的老师 他的老师又是谁呢 他就到上海来牧生 那么我说那时候 他的画没人买 因为他画的是 我们说的民间的那些东西 那么但是呢 他看到了 在当时 他看到有一个画家的画 卖得很贵 这个人叫任未尝 他觉得这个画我也可以画吗 然后就开始模仿 模仿了以后呢 就发现 有几个我们说现在叫画廊 以前叫这个算账 放在那里卖 卖得很好 然后呢 这个任未尝呢 也听说有个人 在造他的假画 然后所以呢 他也到这个算账去说 来给我画五把扇子 把钱付了 隔几天来取画了 来取画的时候一看 那真的还像是我画的 然后这个时候就问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仿我的是谁 仿得那么像 然后呢 这个任未尝说 这个任未尝是我叔叔 他不知道吗 他说是我叔叔 因为他不认识任未尝 不认识 然后任未尝一看 哇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人 他说你为什么这样 他说我穷了没办法 你的画卖得掉 我的画卖不掉 所以我要学你的 那么好 干脆跟我学吧 那很奇特的经历 就收了他这个学生 所以就他的第一位老师 正式的老师 可能就是任未尝 任未尝 那么他有个堂弟 任服尝在苏州 然后呢他就又介绍任伯年 说到苏州去 跟这个我的兄弟在学 他又到苏州 又跟任服尝学了 所以在他的画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任未尝和任服尝 这个钉头鼠尾村的 这种用笔的笔法呢 在他的画里面 那是非常清晰的 一个师承的一个特点 对 就师承两个人的这个特点 又融合起来 又变成了自己 他还有第三个 还有第三个 因为他后来到上海的时候呢 他认识了一个叫刘德斋 刘德斋呢是在土山湾 所以呢 按我们现在查的史实质量呢 应该知道 任伯年到土山湾去画过树苗 所以他有西洋绘画的印象 有西洋绘画的印象 而且呢 他从那边学了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知道 在任伯年的时代 他就用铅笔画过很多书写 他在城华庙 就画人物 就站在这个城华庙的这个门口 这样看人来人往哪个本子 把铅笔画很多书写 在他的画里面 你明显看到一点 西方的绘画的手法 被他借用过来 所以他除了两个老师以外 他还有一个西洋老师 任伯年的人物画 早年从陈红兽发出 形象夸张 副装饰效果 后练习铅笔塑写后 变得较为奔毅 如故宫博物院藏 封城三峡图轴等 其写照记忆高妙绝伦 曾为虚骨 胡宫兽 赵之谦 任勋等多人画像 无不逼笑 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其 酸寒卫像轴 写吴公硕的官衣立像 极其传神 这幅画作于1888年 当时吴昌硕45岁 任伯年约50岁 酸寒卫像成了晚清小官吏 真实写照 许多电影 电视剧 为塑造人物需要 往往参考任伯年的这幅画 任伯年最有名的 就是他的人物化 他的人物化表现出一种 怎样的一种特点呢 一个特点就是 他继承了成空寿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他的身体 都比较宽大肥瘦 但是在脸部描绘的时候呢 他又借用了一些波层派的 或者是我们说西洋的这样一些手段 所以他的画面呢 我们看起来不是一个平图的 它是有立体感的这样一个 我们通俗一点说 带于一种立体感的这样一个 表现的方式 看起来更真切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他的娴熟 尤其是比如说 我们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画武昌硕 画一个酸含味 那个武昌硕在做官的时候 那么他这里面用淡墨 勾好了五官以后 这个用色彩几乎是一变难成 那就是要非常娴熟的一种技巧 然后他这个整个衣服 也是非常像写一画一样的 几个大色块 笔触就解决一个问题 那么他的这个肖像画 在当时呢 我们说是从这个文坛的文豪 到商界的聚谷 都会邀请他来 所以他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他的衣文的这个表现呢 那陈鸿兽用的是这种铁线苗 吴道子用的是这个带有波折的 这种心跳 那么任伯年用的叫 钉头鼠尾苗 就是说他下笔很重 然后呢像老鼠的尾巴一样 哇 吸下来这样一个线条 然后他的线条非常肯定 非常流畅 这个是我们说 在绘画 从人物化的角度来说 一方面是你的这个 五官的开立开向 你的这个色彩的运用 会决定你的一个风格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的这个衣文 人物化 区分人物化的风格的时候 我们是靠一文的 比如说高谷游斯苗 比如说浙鲁苗 比如说这个马华苗 丁头树尾苗 是到了任伯年开始 才成为我们说18苗中间 到了这个19世纪后期 出来一支独秀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他在绘画上的一个 对 技法做出的一个贡献 对 然后呢在人物化上面的构图呢 它也是非常独特 我们知道 很多人物化 人为主的 但任伯年的这个构图呢 非常独特 你看他的人跟背景 往往是扭在一团 边上都很空 就那么一团 也像成红兽一样 带有一点装饰性 但是他把人物都扭在那里 有的时候呢 他会把前面一座山 一块石头 一块石头 一棵树 然后人最遛出一点点 所以这个中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极高的一种智慧 在人物形象的设计 在这个整个画面的布局上面 他有独到的石头 非常独到 我们说他很现代感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 任伯年的花鸟画 早年以工笔建长 方北宋人法 禁于陈红兽 后取法运派 即陈纯徐卫 朱搭的血液法 笔墨取简易放纵 色色明镜淡雅 形成兼工代血 明快温馨的格调 任伯年的花鸟画 早年以工笔建长 方北宋人法 禁于陈红兽 后取法运派 即陈纯徐卫 朱搭的血液法 笔墨取简易放纵 色色明镜淡雅 形成兼工代血 明快温馨的格调 代表作用 藏于徐卫红纪念馆的 紫藤翠鸟图轴等 对近现代花鸟画 产生了巨大影响 除了人物画的构图 特别之外 它的花鸟的构图 似乎也和别的画家 表现出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花 画得特别的大 或者是鸟画得特别的大 就是总是有很多的变化 不是按照我们常规的视觉 去感受来画的 对 因为我觉得它在花鸟里面呢 有几个比较突出的一个 一个呢我们说花鸟 原来有很多是这个 勾勒完了以后 色彩去平涂 这是我们常规的一种方式 那么也有我们说是莫骨的 就是直接用颜色来 没有勾线 没有勾线的那种 那么这个两者 结合得好的是它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 一般人不太注意的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呢 也就是它的这个造型和 笔墨控制的一个 高超在于哪里呢 它有的时候要有点 我觉得是即使有难度 有的时候它也有点炫耀 你比如说它画一个基隆 竹头编好 里面要画一只基 那就是说这个基啊 每个都是这么一个小方块 里面一点点把它点出来的 它有很多东西 就是一定要前后 给你遮压掉了 所以它的这个造型能力 把控能力 这个是不一样 那么也导致它的话呢 就非常特别 比如说有的时候它画芦苇 它先把这个芦苇撇好 后面画一只基 那让开这几个芦苇 对吧 所以它有这种 这个是它的画里面 我们说它在花鸟画里面 经常会出现的它的一个 我一直把它说 这是炫耀自己的技巧 炫技啊 不过它也确实有值得炫耀的 对它有资本嘛 资本雄厚 它就可以炫耀了 因为它画的准确嘛 所以它的人物画特别突出 我们知道任伯年的这个山水画 似乎作品并不是很多 这是为什么 任伯年呢 其实它的这个经历 没有放在山水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国画 在它那个年代呢 它那个年代有一句俗语 叫做金脸引花 讨饭的山水 人家要画什么 画人物 然后呢 画点牡丹富贵 画点花鸟 你画山水呢 就要去讨饭 任伯年花山水呢 很多时候是出于它自己的 自己的一个兴趣 和自己希望表达的一个 所以它尽管东西不多 但是趣味昂然 有的时候我觉得 不亚于它的花鸟跟人物 花鸟人物都是人家来求的 人家来买的是吧 这个是发自内心的想画 还有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山水 其实原来是它的背景 人物的背景 人物的背景 但把人物抽掉以后 它再来画 所以这里面有一种 特别的趣味 当时的上海 旌既繁荣 任魏常 任勋 赵之谦 胡公寿 虚谷等画家 挤挤一堂 形成中国近代史上 一个最大的画派 海上画派 而任伯年 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那时的他还不到四十岁 就以基深海派画家的行列 且颇具人气 求画者常常堵在他家门口 任勃年成为当时海上画派画家中 润格最高的 每尺约三元大洋 而二流三流树画家的润格 仅几脚到一元 我们有人评价 这个任勃年 说他是一手绘画 一手一手一手商业 也就是说他的画 真的是就用来谋生的 用来卖的 而且呢 他的妻子啊 是这个在楼下给他接单 然后他在楼上画 就像一个作坊一样的 据说啊 就是因为这样的啊 就是他的妻子比较刻薄嘛 就为他接了太多太多的 这个生意了 使他这个疲于绘画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他画人物画的时候呢 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报复 中法战争 中国一直打白杖 然后太平军被镇压了 所以这个过程中间 他有很多想法 所以呢 他就一直在画什么呢 封城三峡 对吧 他的人物画中间 有一大批是画这种 所以他有报复 有想法 但是呢 我们知道他也很失落 然后呢 等他名声起来以后呢 画不完的订单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种疲劳焦虑内心的失落 然后呢 等等就在一起 他又有很高的名声 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呢 他的心理压力会特别大 然后呢 他就染上了一个当时最不好的习惯 就是抽鸦片 那抽鸦片是一个烧钱的 然后呢 这个就要去挣更多的钱 然后呢 他就 他太太当然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代 他也希望能够回去光中药主 但是任伯年就觉得 我有技术在 我有水平在 我怕什么 什么都不怕 这个状态下面 太太肯定 他妻子肯定是希望他能多画一点 而这个人呢 牺上了鸦片 难度 而且呢 他很多时候是 订单来了 钱收了 画不画的 因为来不及 然后呢 人家早上门的时候呢 这个是你的吧 随便画一下 人家觉得很很好 很满意地拿走了 根据现有统计 说任伯年的话 纯市的话 大概有30万张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准确 但是一定是一个 巨大数量的一个数量 当然这里面真真假假可能都有 但是也说明他就非常勤奋 他是把它当做一个谋生 营生的手段在做的时候 他会很累 由上海美术家协会收藏的 金尖工笔仲彩十二通景平条 群仙助寿图 是任伯年经典作品中的代表 也是海上画牌中的 国宝级艺术瑰宝 该作品充分体现了 任伯年贯通人物 花鸟 山水的全景创作 画作能力和兼工代写的娴熟技法 画作内容取材神话故事 描绘了希望母庆寿盘桃会的隆重场景 共计46个人物 穿插树木 花鸟 建筑 云雾等景致 十二幅通景平条 风光迷你 融洽愉快 充满祥和喜悦的气氛 1895年11月4日 任伯年病逝 享年56岁 让无数文人不禁晚叹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任伯年 他的这个弟子都有哪些 任伯年呢 当然他直系的 比如说他的儿子任景 他的女儿任霞 其实都跟他学 有他父亲的这个特点风格 还是比较鲜明的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当然他还有非常厉害的学生 那就是任伯年之后 海上花鸟化的这个顶尖人物 吴昌硕当年就问话任伯年 吴昌硕是要去拜任伯年为师的 那任伯年觉得 嗯不行 你是做官的 你是做官退下来的 对不对 那我是个民间夸奖 那我不能做你的老师 所以任伯年 没有说吴昌硕这个学生 但是吴昌硕是基本上在 任伯年那里 执弟子里 认为你是我的老师 而且我们说文献记载说呢 是任伯年点透了吴昌硕 说你不要跟我学 为什么 因为吴昌硕50岁开始学话 跟任伯年一看 你的书法结得很好 他的书法结果外面有大有名声 他说你就拿你这个 传书的笔意去花花鸟 花大写的花鸟 就非常好 你就走这条路就可以了 吴昌硕突然觉得 哇这个是高人指点 然后帮他再指点一下之后 那吴昌硕很快就成为海派的 花鸟一代大家了 对 所以我们说他的这个影响 那我们说他传承他的 或者说他这个师承传承的一个 与学生的影响中间 那可能最大的就是五场所 直接受他的都不太多 但是呢 真正受他影响的 受他指点的人 那是开启了他之后的一代 海派的一代高风 那可能这个是影响 不仅是在中国 还影响到了周边的其他国家的 所以任波年的这个影响 非常重要 所以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好 感谢邵老师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下期您将收看的是 维克多·科萨科夫斯基 是俄罗斯著名的纪录片导演 2019年他担任了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决奖 纪录片单元的评委会主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